中医把这个情绪分成五种特别明显的情绪 这五种类型同样的对应了我们身体的五套脏腑器官 常常激动 常常的什么东西都是反应过度的状态之下 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 换句话是说这样子的情绪往往首先影响的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的心脑血管系统 那另外我常常总是茶不思饭不想吃饭不香 然后总是这个担忧这个担忧那个 我们的脾胃功能就优先受到了刺激和受到了这样子情绪波动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